文亚美江,最近,身边有个男性友人与相恋三年的女友分手了。 分手的原因是她女友曾经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被她发现, 后来女友说,这没什么大不了呀,都是过去世了。 她一次身心饱受折磨,后来还去看了心理医生, 但仍继续和女友交往住。 可想而知,她身心状况一天比一天还糟,最后居然有了轻生的念头, 但情绪这种事情很难说,突然有一天,她决定跟女友分手, 虽然女友极力想挽回恋情,但一切都来不及了,选择包容。 却闷出心病,她说,发生那件事后,女友根本不管她内心的想法, 虽然当下她选择接受事实,但内心的冲击影响还是很大, 也告诉过女友对这件事的感受,但女友却跟她说, 我没办法帮你,你若要继续让我的事情来影响你情绪的话,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好一点, 也许就是因为女友这样消极又不愿意起面对的态度, 让她越来越痛苦,于是在快要濒临崩溃的状态下, 她选择再次提出分手。 然而人总是犯贱的,当她第三次提出分手的时候, 女友态度开始转变,甚至苦苦哀求不要分手。 女人真的很奇怪,当恋人跟奶说我们之间有问题的时候, 第一时间大多会选择逃避,甚至以为不去理会, 装作没事发生,问题没多久自然就会消失。 非要恋人真正下了决心做了决定后, 才放低姿态,苦苦哀求, 却不去思考一下,这样的感情状况就算继续在一起, 也只是互相伤害,折磨, 不可能会有奇迹发生,伤太大。 对爱有了恐惧,你们在一起时都聊些什么? 我问,她都在说自己的事情, 一直说个不停,她回,都没问你的事情。 我问,从来没有。 听她这么说,我真的觉得很惊讶, 甚至觉得她的包容性也太大了。 后来发生了女友劈腿事件, 她选择包容, 而她居然也没有因此觉得自己该做些改变。 我相信若为了爱情, 两人都愿意再次努力看看, 最后一定会得到幸福, 因为说好了一起努力, 因此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。 但她的女友却没这样做, 甚至觉得她去看心理医生有点小题大做。 朋友后来跟我说, 她现在对爱情有点恐惧,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难再去相信别人。 这段感情让她受伤很重, 但她自己也明白, 必须要先放下先前的不好爱情经验, 重拾信任, 才能从恋情中得到幸福。 而现阶段的她, 仍然很努力地看心理医生跟吃药, 一味包容的内伤。 十度调视方位上策, 听起来也乱可怜的, 谈个恋爱压力那么大, 大道地去看心理医生, 最后分手了还留下个创伤在她心里。 唉, 话说回来, 认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无论在生活, 工作, 爱情的哪个状况内, 自己三不五时要懂得掉是自己的心情, 没有人会知道在下一秒会不会就这样, 在内心里出现一道新伤疤, 预防剩余治疗, 虽然爱情偶尔要互相容忍, 但如果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阶段, 也请勇敢大声说出来反抗, 逼到最后受伤的永远都是自己, 千万别有其他傻想法, 以为自己无限包容才是爱对方的表现, 绝对不是。 图乔安娜。